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七大系统里面都都包含了 那总共我们这次也有中巴也有大巴 那总债的人数可以到最多可以到57人 那提供给乡亲最好的一个这个服务 那除此之外这个做电动巴士的公司 乘运公司也是在我们二林中科有进行投资 那预计两期有70多亿 第一期26亿即将在5月7号来动土 那我相信未来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让彰化变成电动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这个案子能够推行 我想第一个感谢的就是彰化县政府 王县长及县府团队 为了帮彰化县民争取更好更优质的公车 一起向公路总局做很好的一个这个申请 那么也感谢这个陈运公司 愿意在示范型计划里面有限的车额里面 那不是每个申请的人都有 他有限定只有一百步的这个车额 在有限度的车额里面 优先的支持提供我们彰化县政府台中所及彰化客运 让我们这一次能够交车非常的这个顺利 彰化县政府跟我们台中区监理所共同申请 然后麻烦我们彰化客运去跟我们做申请 这当然是示范型所以的部署比较多 所以你看看 尤其是一台我们公家部署超包括环保署 拌入一台超过一千万左右 比以来的一套一般性的 一套还准的就是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就像一台300多万 你看看 我刚才说的示范型其实 既然会比较好一定很多人争取的 其实当初我们 我们彰化县政府和我们台中区 我们台中区监理所都很严重的 所以在六都以外 有尊这个示范型计划 只有我们彰化而已 所以直接给各位报告 我们彰化县民其实在我们团队的带领之下 真的很幸福 电动公车在路上非常点没措音 竟可以監禁对环境的物件 彰化县管来目前已经有31台电动公车上路 为乡亲的服务 也是专顾六都以外 为它新称到的管齐 可以专门提升更好的服务品质 欢迎官民朋友度假使用 公议频道林伎准万林彩虹报道